不容易 不容易 这道题到了我们两组的赛点 哪一组获胜 所在的那一位好吃创意人 将会获得美食奖励 最后一首歌 3 2 1 请播放 大张伟的歌 偶尔我也会翻 脸色是翻就翻 我只分你一半 就算这么简单 也要抱出了外光 我只分你一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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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笑不分担 在这里要恭喜玄东 回答圈圈 恭喜 所以我们的大舅队获胜 好的 刚才我们说了 如果获胜那一方 将会获得一道额外的美食 我们的苏大厨 他已经准备好了 有请苏大厨 我很记仇的 我知道了 所以赢了 我们的大舅 学东 还有山一传 谢谢 你没赢啊 我赢了才能有资格吃我这个面 我记仇的很 真小气 谢谢 你自己加吧 好吗 好 好 好 你自己加吧 谢谢 这个面是空心面 上面的这个鸡中同样是蘑菇 用新鲜的鸡中炸的这个鸡中油 旁边是那个鸡皮 到时候可以尝一下这个鸡皮的口感 很脆 谢谢 我们在这里要把掌声 送给我们的苏大厨 虽然没有进入到 我们的心急菜单的争选 但是 也把自己的厨艺 展现在我们各位面前 掌声 谢谢 欢迎送 来 别留恋了 别留恋了 太火干盖子 折起 折起来了 好 来 牛肉 这个火不行 烧不到 让它以油脂脂肪 让它燃烧一下 看能不能再一个人 再加一块牛肉 上一层的那个流起来 不加香菜 一起走 来 来 来 接下来我们的大厨即将登场 让我们掌声欢迎郭柯 郭大厨 欢迎郭厨 郭粉 郭粉 好扎实的一碗粉 这道菜叫永不失联的粉 这就是晚上的标配 这道菜特别简单 是我从节目开播以来做的最朴素的一道菜 没有任何花色 就是为了味道 这里面融入淮南牛肉汤的做法 是酱香型的牛肉汤 又有广东人去穿牛肉 这样的话牛肉是嫩的 汤是浓郁的 这个太香热了 什么 我很喜欢这个面还有这个牛肉 它除了嫩之外它还很弹 然后这个辣度呢也就是刚刚好 不会让你觉得过辣 但是又满足了你对这个辣的需求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今天的主题 真的是深夜你吃的这个你整个就活起来 真的是又重新燃起 可以奋斗到下半夜的感觉 给你带来力量了 对 我觉得这个牛肉粉 是我们所有人对于夜宵的定义 吃夜宵 就是应该吃一碗牛腩粉 牛肉粉 或者是什么烧烤之类的 郭大主我这样跟你说 我还没有吃到三个 我肯定是选你 别这么早下订阅吧 我也是 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他们要回去做的 怎么样简单 也符合能填饱肚子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工作 我今天成功了 我第一次得到梦梦点 对我的认可 对我的认可